每天堂点都跟多小儿的那K科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儿又和大家见面了 陈哲远赵露丝到底有多甜 陈哲远有一次直播看剧 看的正好是桑志为端家许棉花糖那一段 看完给出一句评价 很甜 不只是在说棉花糖哦 然后就是抑制不住的笑 小小两人在车上的时候 露丝捧着陈哲远的脸 那一脸的享受 简直了好吧 看看两人在海边的路透 这小情侣甜甜蜜蜜的举动也太自然了吧 这几天刚刚发现的新路透 露丝和哲远坐在台阶上吹着海风 露丝有点冷了 陈哲远就把衣服披到了露丝身上 还要手紧紧的抱着 咱就是说两人戏外都这么甜的吗 完全不管旁边工作人员的感受啊 看看露丝当时那满脸春光的笑 再回头看看陈哲远那一脸害羞的表情 这样的小情侣谁不爱看呢 看看两人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照片 不得不说宝妹真的好迷人啊 陈哲远也是一整个迪士尼再套王子及时感 感觉这两人的图片都能出何急了 不知道陈哲远忙完这段时间 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呢 他肯定也很想和露丝再合作一次吧 如果真的可以实现 那以露丝的代表能力 陈哲远绝对会再次爆火 想想露丝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 从一开始的被嘲笑 到面试时感动吴振宇 露丝能够走到今天 靠的不单单是运气 光有运气没有实力可不行 一个演员能够活出圈 光为一个发光点是远远不够的 早年的露丝其实早就走红了 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一个网红 让赵露丝成为网红的 是他身穿校服的青春模样 那青春的样子 一点也不输给嫁入好门的奶茶妹妹 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的赵露丝 偏偏要靠才华 不是科班出身的他 没用多少年 居然也挤身一线明星的行列 有颜值 有演技 性格也还好 这恐怕是赵露丝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更可贵的是 在复杂的娱乐圈中 莫怕滚打了这么久的赵露丝 居然还保留着当初的青春 看看他在偷偷藏不住里的样子 是不是还同当年那个 青春的校花没有两样呢 岁月从来不败美人 尽管赵露丝今年才25岁 也是花一般的年龄 很多人注意偷偷藏不住 因为有赵露丝饰演的丧志 偷偷藏不住不久前迎来大结局 在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中 丧志和段嘉雪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终于在一起了 街道欢喜的结局 谁会不喜欢呢 更何况丧志的暗恋终于得到回应 双向奔赴的喜欢 让这段感情更加稳固 真替小丧志感到开心 随着该剧的收官 大家也看到了这部剧的成绩 到底有多好 上星22天都在平台热度榜首 还是平台最快破1000热度的剧集 这个成绩可以说相当可以了 说实话 在看完该剧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真相 一开始对该剧选角不是很满意 但看到最后越来越上头 本来对赵露丝演的丧志不是很看好 看完全集后 觉得赵露丝果然令人刮目相看 他所扮演的丧志没让大家失望 众所周知 赵露丝并非科班出身 他最早拍摄杂志封面 后来上了一些节目 然后才去拍戏 跟许多科班演员对比 赵露丝属于野鹿子 可就是这个野鹿子 几乎播一部剧就火一部 不仅人火 剧也火 粉丝量 层层上涨 资源也是更好 2020年的传闻中的陈建倩 2021年的长歌星 2022年的星汉散烂 还有这次的偷偷藏不住 都是讨论量和爆款电视剧 那么野鹿子出身的赵露丝 缘何拍一部火一部呢 首先认清楚自己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仔细看这几年赵露丝演的角色 大多数都跟他本人性格很像 都说他是本色出演 一点都不为过 向传闻中的陈建倩 和星汉灿烂便是如此 陈建倩有点幽默在身上 古灵精怪的性格 成少商虽说正经一点 但总是在不经意间搞笑 这些跟现实中的赵露丝很像 偷偷藏不住中的桑志 是赵露丝第一次尝试校园剧 拍起来没有违和感 但他把暗恋的诠释的很到位 小动作和肖露丝很不错 这些角色都是适合赵露丝的角色 他没有一味的让自己去演 什么美强惨的大女主 也没有去演不符合自己年纪的角色 而是在合适的年纪演合适的角色 这样才不会让观众觉得违和 其次赵露丝的演技一直在进步 如果将赵露丝一直演的角色做个对比 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 赵露丝的演技有很大的改变 从凤秋黄到偷偷藏不住 他的演技是在进步的 所以在得到更好的资源和条件后 他并没有停滞不前 反而想办法精进自己 此前用网友吐槽赵露丝的仪态不是很好 有点驼背寒凶 但再次看到他时 却发现改变很大 可见他又把网友的建议放在心上 最后赵露丝一直很真诚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赵露丝无论是对待演戏还是粉丝 都十分真诚 看了赵露丝的相关新闻 关注了他平日里的直播和Vlog 发现他真的一直元气满满 对生活充满热爱 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其实跟剧中的丧志一模一样 同样是元气少女 笑起来会给观众打来欢乐 总的来说 赵露丝就是一个能给别人 打来快乐的演员 了解他 认识他 便知道他到底有多优秀 试问一个对演戏充满热情 真诚对待美味粉丝的元气少女 谁不喜欢呢 这就是赵露丝越来越成功的原因 赵露丝在业内积累了极高的声誉 他以敬业认真著称 无论是对待工作人员还是粉丝 都表现出温柔有理 平等尊重的态度 这种专业精神和真诚对待工作的态度 使得他在娱乐圈中备受赞誉 赵露丝不仅在演艺圈有着良好的口碑 他的敬业态度和认真工作的精神 也在业内有目共睹 他始终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专注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他的付出和努力 也为他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回首自己的演员生涯 他觉得这是成长收获的五年 他称自己曾经也跑剧组试戏 几个月接不到戏 我也不是一路顺风润水到现在的 但是家里人一直很支持我 不给我压力 所以也没有特别迷茫 酷戏说到好评 赵露丝说他没有特别训练过 可能是我一直都比较能跟角色共情吧 至于大众眼中的标签 赵露丝说 大众怎么看我 评价我 我都可以接受 赵露丝的这段采访 觉得真实可爱 同时也是一名清醒努力的演员 像与角色共情 用真情打动观众 赵露丝今天是很红 但是都是通过他默默的付出 一点一点积累来的 在演戏这一块 他一直都是认真对待 不敢懈怠 且全力以赴 他的发展的确不顺利 一步步走来不容易 每部剧都会被传和男演员有真感情 绯闻热搜一个接一个上 知名度一路蹭蹭往上跑 但殊不知 那只是同事而已 还曾被传是某某接班人 咽压某某 这给他带来了很大困扰 他那么可爱 那么讨人喜欢 却不止一次被网友骂上热搜 想想还真是可怜 虽然不是顺风润水 但这些年的热度 几乎是清云之上了 没伤害过任何人 不应该难过 也不应该困惑 他从来不是一夜暴红 从积极无名到小有成就 喜欢他的踏实上进 喜欢他的敬严努力 赵露丝的成长 是在所有的角色里 是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粉丝 能够看得见的 赵露丝的成长 会让所有看着他的人 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 是会觉得前途是光明的 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希望 不要轻易放弃 他就向身边的朋友 不浮夸 不虚伪 用最切实的行动 来指引这粉丝 作为赵露丝的粉丝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 与更多优秀导演 制片人的合作 相信在他敬业认真的态度 和出色的表演下 必定能够创造出 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 为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